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内部的蓝牙模块就会启动并等待连接 三 打开智能手机的蓝牙功能 然后搜索新的蓝牙设备 很快 手机就能发现一个名为HC-05的蓝牙设备 这就是Clybo C6的蓝牙模块 对HC-05进行配对 密码为1234 配对成功后 会看到HC-05添加到了手机的配对列表中 四 配对成功后 运行蓝牙通信APP 单击APP上方的刷新按钮 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HC-05 几秒后 蓝牙通信连接建立 蓝牙通信APP可以随时向Clybo C6发送数据 或接收Clybo C6发送过来的数据 五 在手机的蓝牙通信APP上 单击APP上的Terminal按钮 打开调试窗口 六 把2.15 Bluetooth的程序上传到Clybo C6 上传完成后 就能在蓝牙通信APP的调试窗口上 观察到提示 Bluetooth Ready Send 0,1,0,2 说明Clybo C6已经成功通过蓝牙 向手机发送了数据 七 然后在调试窗口的文本框中 尝试输入0,1,2中的一个数字 Clybo C6嘴上的发光二极管 将分别表现为 熄灭,点亮,闪烁5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明Clybo C6成功接收手机通过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 之所以Clybo C6与手机成功进行了蓝牙通信 在程序中 我们首先声明了一个通信库 Software Serial.h 这是Arduino已经预制好的库 专门为串行通信时使用 接着 变量TX和RX分别指向管角A3和管角E 也就是蓝牙模块的 也就是蓝牙模块的TXD和RXD 这两个管角将传递到一个新建的类实力 Bluetooth Inst 告诉Arduino在蓝牙通信时发送接收数据的管角 非常类似操作窜口监视器 先用类函数Begin打开蓝牙通信 并设置速率9600 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在双引号内 作为类函数PrintLN的参数从蓝牙发送出去 于是在手机蓝牙通信APP的调试窗口上 观察到Clybo C6发送的数据 Bluetooth Ready, Send Zero, One or Two 说明蓝牙通信成功 Clybo C6成功向手机无线发送了一行文本 之后把嘴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在Loop函数中 Clybo C6将循环检测手机是否有数据发送过来 如果此时手机向Clybo C6发送任何数据 类函数Available将变成真值 于是通过Read函数 把手机发送来的数据读到变量Bluetooth Data中 接下来判断数据是什么内容 如果是零 则把发光二极管吸灭 并通过蓝牙向手机发送一条回直 Clybo C6 Mouse LED Off 告诉手机Clybo C6嘴上的发光二极管已经熄灭了 我们又能在手机上看到这条回直 如果Bluetooth Data中的内容是1 则点亮发光二极管并发送回直 Clybo C6 Mouse LED Off 如果是2 则发光二极管闪烁5次并发送回直 Clybo C6 Mouse LED Flashing 但这一过程中 先是由手机向Clybo C6发送0、1、2中任意一条指令 Clybo C6根据指令进行了相应的操作 然后向手机反馈操作的结果 蓝牙通信成功帮助Clybo C6与外界的通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